我给他买个戳口心 回家让他妈戳去 江先生你这么教育孩子方式是不对的 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说 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知识能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 哎呀 可下说到正点上了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就是财富 王老师啊 今天来的匆忙 就带了这么点知识 你把钱收回去 请你尊重我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你看了 太得是人民教师啊 有监控 你说有什么监控啊 有监控啊 王老师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走了 一会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 好 我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你多说了啊 这是我留的作业 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 你儿子答错了 什么题 五吨水泥能盖一个水渠 五十吨水泥能盖多少个水渠 我儿子没搭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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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简单了 对 一个都盖不了 怎么办 五十吨水泥都能盖点水库了 他干什么水渠呢 要就是说大佬吧 你这层面那方方便便 那个哥啊 这那边你要盖水库啥 我这有瘾 你知道我一年不回家 一会儿给我做报表了 不行 我两年不回家 我天天给你炖猪肉 先买五百头猪肉 对吧 我跟你说 我先给你发色 不要是问是我的小猪肉 我黑人白花 好可爱的 行了 干什么呢你们 这里是学校 你给我站起来 你们仨给我站好了 到这来站好了 本来我今天找你们过来 是想跟你们说说孩子的问题 但是看了你们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孩子的问题 就出现在你们这样的家长身上 你们只知道给孩子钱 给孩子物质上的生活 你们知道孩子真正 行了 我什么都不想跟你们多说了 这有一篇我们班同学写的作文 来你们听听 我的爸爸是一个爱说谎的爸爸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爸爸下次一定陪你 今天我过生日 爸爸又没有回来 爸爸你说的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我知道你工作忙 妈妈说你得挣钱养这个家 我特别想知道你一天能挣多少钱 我有好多好多压岁钱 我可不可以买你一天的时间来陪陪我 就一天 爸爸我想你 爸老师 我听完这个作文 我有点想我家孩子了呢 我以后肯定多陪儿子 少陪猪 我先回去了 喂 今天这会不开了 我得回趟家 对 陪儿子 陪老师 我就有一个问题 这篇作文 是我儿子写的 不要说了 我有个好儿子 真希望他们能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多抽时间回家陪孩子 时间不早了 我也应该回家陪我的孩子了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